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新盘市场。一手成交量随着确诊人数爆升而急跌。本部统计今波疫情爆发以来的每周一手成交量。显示成交量由1月中的220中年跌6周。 急插至疫情高峰期3月初的19中才止跌,其后确诊数字开始回落。即使限聚令尚未放宽。成交量已由谷底反弹。年升4周至58中,本周首三天已录得36中一手成交。 约为上星期的62%。走势理想。业界预期。4月将有全新楼盘开卖。可带动每周成交量回升。要传越重返1000中。较3月的150中标升约5.7倍。去年12月31日本港爆发第五波疫情。 新盘市场初时未见受到太大影响。在元朗The Yoho Hub,The Yoho Hub发展项目第B期。 旺角进会及长沙环影竹等新盘开卖带动下。令该周的一手成交量达200中以上。 不过。1月下旬社区开始出现源头不明感染个案。疫情一发不可收拾。限聚令在2月初由4人收紧至2人后。 一手市场即时急凍。行地00012与市区重建局合作的影竹。更要即时撒停新一轮销售部署。 而新盘每周成交量更下滑至双位数。尽管政府于2月23日公布的财政预算案。 宣布进一步放宽案揭保险楼价上限,放宽案保。但本地确诊数字仍不断上升。 宅外一手市场交投。3月初单日确诊人数如5.68万宗创新高。 该星期2月27日至3月5日一手成交量也跌至谷底的19宗。 创下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按周身低。平均一日不足3宗成交。 自从疫情见顶回落。一手成交量才占见起息。加上3月21日政府预告4月下旬或逐步放宽限聚令。 新盘交投明显加快。成交量连升4周。至上星期的58宗。 宏安地产01243旗下清衣汇南新增2上车印花税优惠给客。 该星期年600宗成交。成为该周成交量最高的新盘。 涉资4581.4万元。新盘持续旺盛。 昨天,5日单日至小6得9宗成交。 今个星期,4月3日至9日,首3日累计有约36宗买卖。 相当于上周成交量的62%。 12.暂时以远东发展00035沙田燕楼豪宅笔架,金峰沽出5火占最多。 涉及金额8180.6万元。 区内代理指出。 笔架,金峰昨天单日有约65组客体楼。 其中新界东体楼客占约6成。 期望政府进一步放宽限聚措施。 可进一步带动体楼量及交投。 昨日新盘市场不伐大额成交。 市场消息指出。 合景泰富01813及龙湖集团00960合作发展的上。 进行售出一座26楼契室。 实用面积844方尺。 三房间隔。 成交价2753万元。 尺价約32618元。 宏安地产01243与旭辉集团008884合作发展的由唐熙台沽出一座6楼B室。 实用面积795方尺。 三房间隔。 成交价1585.2万元。 尺价19940元。 根据本部统计。 截至昨天。 4月新盘市场暂陆53宗成交。 较3月同期的13宗。 增加40宗或约3.1倍。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预计。 政府逐步放宽限聚令。 届时4月成交量有望回升至1000宗。 较3月传月约155宗。 按月增约5.5倍。 细创2021年11月1765宗以来的近5个月新高。 他相信。 一手市场会开始出现放宽按保效应。 楼价1920万元以下的中价楼更受市场追捧。 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、港澳、布小明表示。 4月将有全新盘推售。 一手成交量要继续按周增加。 届时传月或6与700宗一手成交。 按月升约3.6倍。 面对楼价受疫情影响轻微回调。 布小明认为。 发展商会以贴市价甚至低市价推盘。 若收票情况理想。 日后加推单位才会较进取。 若收票情况理想。